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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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地打拼25年的五里淋浴卸下生活重擔後 卻發現罹患膀胱癌第三起 历经艱辛的抗癌之路 替悟到生命的價值 我跟林醫師姐是在幾年前 四年前我們一起去花蓮當醫院志工 是八天的 當時她好像剛開完刀沒多久 我們的醫療幹事師姐就交代我說 要我特別照顧她 那我去的時候 我就這樣跟林醫師姐講 林醫師姐就說不必啊 我們重點拉啊 她的腳程比我還快 她一點都不像那種開過刀的人 所以這五年來 開始在療症 那療症十八拜都做完的時候 醫院志工花蓮了 八天到八天我都去 我生病了 我經過那個說服器 前輩子好像都沒有屬於我自己的時間 真的是為了一家圓滿 我根對人了 根對喪人了 我辛苦了大半輩子 我心跟身都有所祭託 以前都是拿那個大豬的膝蓋 我現在不是人家的小肌子 比我還可以超煩的 有一天就從那裡走過 看到我們在煮泥巴外 就有一堆泥巴說 在去我們的禁師堂 我就是說 後期就在那裡看看 那這我就會孝領 他們說做這個沒錢 沒錢那麼快我就在那裡走 人家看到我瘦瘦小小的白白的 這個你沒辦法啦 我就笑笑 我就說 你不要去看看 我一到了 不用拆拆 所以我兩個手把 就把這個 安樂一說 你怎麼 你也睡明了 我說我做了25年 這是我的職業 離癌後的他 把握每個可以付出的機會 即使生命的長度 無法掌握 但能拓展的是 生命的寬度與深度 有 對 我告訴我 14點後就放到禁師堂 做到用了700點都回來了 我說 人家都要輪班喔 不便 他們說 大家在那邊做 照顧自己的孩子 照顧自己的孝順 代替我們掌握 照顧自己的照顧手 啊 大家就這麼多也要來 都要來去 想說無常來的時候 一天 能 能做到完 還是跟阿嬤這樣 讓你沒有痛 沒有病痛 你就覺得說 今天 今天又躺到了 又躺到一天了 我以前這頭子也有十公斤嘛 然後沒有這款 那這 沒有 沒有五公斤 你說 舉手指 還要這麼輕 就 到頂尼缸 如果沒有直徑 你整天做什麼 阿嬤這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就很快了 我進走 所以我只顧為方 直徑可以沒有我 可是我不能沒有直徑 我經常跟人家分享 我說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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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人生的後半段 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幸福 又很有福的人 沒有什麼遺憾 沒有什麼遺憾 雖然是不可以選到這麼多人 不可以讓你選到 但是 唯一可以讓我選到 就是 可以讓我選到 我自己教他的 佛教 直徑公道會 是我最教他的 還沒有效會 我選到 我選到 他嗎 我選到 他嗎 他